成立进入第21年的客家电视台 迈向新的里程碑正式法制化 加入公广集团 客委会特地举办了捐赠仪式 邀请文化部见证这个历史新的时刻 主委杨长正 期许客家电视台 未来能够制作出更多的优质节目 扮演振兴客家文化的火车头 客委会主委杨长正 逗趣的手滑了一下 再把象征客家电视台的摄影机 交接给公市董事长胡元辉及文化部 客台台长向盛言 也接下这个重要担子 客家电视台多年来 在公市集团下以标案方式运作 直到去年五月 公共电视法修法后 能够专款专用 今年的捐赠仪式 客委会将客家电视台正式交接给公市 公市长年来支持多元族群文化的理念 强调未来也会成为客家电视台最有力的后盾 制作出合家观赏的优质好节目 我们希望未来他能够更考虑到亚俗共赏 不同的品位 那么这个频道羽翼丰满 终于可以独立自主 那这是一件好事情 那么政府退出频道 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 客委会陪伴客家电视台走过二十一个年头 如今放手让他自主发挥 杨昌正也希望未来客台继续发挥影响力 让更多人了解客家文化的底蕴与优美 记者新北报道